前段时间咱们介绍了军用运输机为何不适合当民航客机的话题 有朋友问,那民用飞机可以拿来军用吗? 今天咱们来简单聊一聊 从技术上说,飞机作为航空器并不分军民 只不过军用运输机讲求野地的起降性能 讲求坦克或者装甲车等重装备的进出方便 而民用客机更讲求舒适和燃油效率,侧重点不一样罢了 所以,如果不计较这些差别的话 军机是可以用来跑民航客运的 比如咱们之前介绍过的1276当客机 印尼曾经用自己生产的CSA212再客 现在,印度引进了C295的生产线 也有很多人说,生产出来之后将会在国内客运行线上使用 而所有的客机理论上也都可以军用 甚至把空客A380买来运兵也没有问题 前不久,斯洛伐克空军就引进了两架二手的庞巴迪环球快车5000公务机 只不过民机当军机使用的话,要讲究的会更多一些 军方单位引进民用飞机一般作为要员专机 全球都非常普遍 冰者贵神术也 军队如果想要提高响应速度 手头上没有飞机不太方便 比如领导去指挥或者谈判时,用运输机可能太费油 对方的机场也不一定有保障能力 使用民用公务机最为妥大 全球许多国家有元首专机或政府专机 政府专机的经营有三种形式 一是组建专门的队伍,例如卡塔尔、沙特和泰国等 二是由航空公司代佬,例如印尼 三是交给空军来打理 因为有些国家既没有国银行司 也没有钱专门来组建队伍 由空军出钱采购民用客机 然后元首、政府高官和军队领导都可以使用 现在这种方式看起来是最经济、最高效的 但是如果将民用飞机买来做军机时 用在像侦察、反潜、巡逻等战斗岗位时 那种情况就会不同了 这里面也分几种情况 如果飞机是本国生产的,不会有任何的限制 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 他们的军队拥有大量的民用客机 有的是直接用,有的改装过 有的甚至可以直接参加战斗,比如电子战 只要军方提出要求,花钱也好,不花钱也罢 生产单位都会积极为它改装 美国军队改造的民用飞机五花八门 自家的有,进口的也有 比如,它曾经将瑞士生产的皮拉图斯PC-12 改造成了前线支援飞机 可以指挥,也可以运送商员 这种改装是瑞士同意的 因为PC-12有些部件本来就是美国的 只要关系好,这都不是问题 另一个合作改装飞机的例子 是空客A330改为加油机 改装之后,欧洲许多国家还用它当元首作驾 同时供军方领导使用 做加油机除了装油 其实它内部也有成员舱使 布置一应俱全 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能力生产 或者关系又不紧密 那么民用客机变为军用飞机限制就很多 无论是仅仅转换产权 还是任何的改装都必须厂家点头 民用飞机采购协议中通常都有严禁军用的条款 如果未经同意就转换了产权或者是改装 那么未来可能会再也买不到 同时也无法再获得备件和技术的支持了 不仅仅是整机 就连一些核心部件 例如发动机 起落架和航电系统等等 经常也有类似的条款 所以民用客机实际上并非能够轻易作为军用飞机 这里面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